为了吸引海外侨胞回到台湾参加系列活动 台湾侨务委员会以及洛杉矶各大旅行社 是合作推出了多样的行程 让侨胞们在回台参加活动之余 也能够畅游台湾的知名景点 旅行业者以及侨委会在洛杉矶华侨中心举行了说明会 洛杉矶侨委会主任温贵棠介绍 侨委会安排了丰富的庆典活动 他表示为了鼓励侨胞共享盛举 侨委会也鼓励旅游业者设计多种行程 那么只要侨胞去参加其中的一项活动 同时在之前有申请侨胞证 然后参加我们旅行团 在台湾有三天两夜以上的这种观光旅行的活动 就可以申请我们旅游的补助是新台币2400元 那么这样的话主要是说 我们要表达我们对侨胞的欢迎之意 台湾旅游 环岛温泉美食文化古迹 离岛风情 原住民生活体验 自然生态等风情多样又有深度的景点 不胜美举 侨委会与观光局今年结合旅游业者 推出33条路线 多元又深入 侨胞可自费选择参加 对 今年在10月5号 也其实是台湾天气最好的时候 新年华假期 曾老师要带所有北美的好朋友 一起回台湾 我们知道每一年 新年华假期在10月份 会组团带这些朋友回去 今年我的行程 我自己觉得我排得非常开心 因为我觉得我带大家去看到 很多我儿时的回忆 曾老师是来自台湾的 所以有很多台湾的好吃好玩的地方 曾老师非常清楚 今年我觉得我最值得一提的 就是到台中的时候 我会带大家去到台中的大坑土基层 我们知道土基层很多人 可能没有住过台湾 他不晓得 其实土基层就是吃走地鸡 这个活蹦跳的走地鸡 味道非常的鲜美 然后还有土菜 我们知道在山里面种的这些土菜 非常的新鲜 非常的好吃 还有很值得一提 大家都知道台湾的水果非常的有名 所以今年我也排了一个台中的 这个到新色去摘 现在的葡萄 现在的杨桃 哇可是多汁未美 所以今年的行程是非常精彩的 那当然其他台湾知名的景点 像什么日月坛 或者整个环岛行程 新年华假期 曾老师都把它排在里面 所以今年不要忘了10月5号 跟着新年华假期 跟着曾老师 我们一起到台湾去旅游 即日起至9月30日 有意参加的侨胞可以采用 网络 传真或通讯方式办理 网络登记请至侨务委员会网站 www.ocac.gov.tw专业办理 组团10人以上 即日起至8月31日 可洽杉矶华侨文教服务中心办理 电话6264439999 天下卫视编辑报道 不计好 请不吝点赞さ